嗯有大伙啊这个哈喽哈喽哈喽 来什么伙哈喽 你好啊晚上好你这边是早晨对吧 对 这样我有一个请求啊 当然不是要求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就是我想你能把这个耳麦摘下来吗 我怀疑你后面有个团队啊 这样你相当于开挂 相当于开挂啊行 对啊那不是我耳麦摘下来吗 关键是哥们耳麦摘下来我咋听你说话呀 那有没有人给你支招啊背后 有啊 这样子行那我相当于跟一个团队来辩论这个事 你拉倒吧你拉倒吧哥们 你还别跟他一张嘴我说实话 你连英嫂都不一定能吵着过 你还跟个团队辩论 好吧这样吧跟团队也无所谓的 这样我想问一下 你总说这个美村那边不好 咱这边好 我拥有一个情况我不太清楚 我觉得这个经济基础 是这个经济是基础吧 但是电脑人均GDP是正常到6倍 然后说电脑人均GDP呢 现在 那个人均GDP6倍是怎么计算方式啊 这个咱们这样 咱们就看这个不要这个论证滑坡 论证滑坡就是你 你不用跟那 你不用跟那 这是讲规则哥们 人家GDP计算方式跟我们GDP计算方式不一样 这个证明不完的呀 5000不是证明不完了 我可以给你证明完啊 你不用老着急怪盖棺定论 你一拿GDP出来 别人不让一句话不让说 然后就按照你的方式来 对不对 我问你美国有没有5000以下起证税 这个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你就看数字吗哥们 人家正一个怎么不正日啊 我来我来给你举一个例子啊 怎么不重要 人家比如说 比如说你正 你看你6倍那你得说怎么来的呀 你跟我在这玩魂不讲理呢吗老弟 你要跟我玩魂不讲理的话 我就压你卖了 人均GDP计算方式 我告诉你个非常简单的数字啊 你把嘴闭一会儿 不是你不是一直跟那逼测量的 也就显得你好像挺有话题哥们 就你这一张嘴 我知道你后面没活儿 人均GDP在计算的时候 美国有没有5000以下起证税 1万以下挣多少个点 美国在家领失业金 要不要拿这个要不要交税 领失业金都要交税 你的房子网出租算不算英抗吗 要不要交钱 0元购可以不罚你 0元购卖这东西都得交税 人家的计税方式跟你是一样的吗 数字比你高不合理吗哥们 你给我回答一个 你告诉我我们站哪个了 你说说我听听 那咱们的GDP你知道怎么计吗 那你说说吧 我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了 我们5000以下不算 你说老美的是怎么计 你别老着急 把你后面这个 你老着急念后面干啥呀 你看我先跟你说国内的了 国内的5000以下的不征税 5000是起征点 明白吧 像你读个稿挣30 20 增值税是啥呀 增值税是啥 你说增值税是啥呀 你给这滚什么刀啊 哥们增值税是啥 那你说说 增值税跟5000以下有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 你秀啥呢 个人 所得税和增值税 个人所得税不到5000交不交 不到5000交不交 美国也一样 美国是正儿八经 你一块钱买个东西 你得加加9%的税 哥们 哪个交了 你给我举个例子 你给我举个例子 那是人家涵盖 人家正常交的税 哥们 我今天是个公司 你别给这撒 你要胡搅蛮缠 你要整这出哥们儿 后面就咱俩就别漏了 就你这个选手水平 我说实话 把你那个税 好好背一背 人家那个GDP怎么计算 连租房都算low income 你就是 就是不是low income 租房算英账吗 你不用给这滚刀 滚啥刀啊 有数据说数据 没数据 你就给这趴着转了嘛 对不对 你有数据说数据啊 你说说这么怎么算呀 你也不知道 我告诉你了呀 你怎么告诉我了呀 喂 我开关了 开关了 整个团队都不行 还团队哥们 跟着疯狂精神胜利法呢 我现在告诉你了 国内五千以下 国内五千以下不征税 咋说 不用给他敬印 来你去接着就要接着 无能狂吼 你吼 吼你的来 我跟你说 这个和GDP 咱不说别的了 咱别到头 为啥不说 计算方式不一样 为啥不说呀 计算方式 我跟你说哥们 GDP GDP不同 为啥不说呀 你 你 你 咱们 美国一袋螺丝8万 你又不是搞这个专业的 我不是搞这个专业 你是吗 哥们 我知道计算方式啊 吼有什么用啊 吼有什么用 哥们 我问问你 你挖挖 就有什么用 五千以下不征税 五千以下不征税 咱们成天说达到老美的 那你说百分比 那你不承认他的GDP 你还说他的GDP 那你说百分比啊 你说百分比 我承认这百分比啊 人家百分比高啊 你承认百分比 咱们就承认百分比了 那就说证明 承认人家那么的GDP计算方式了 所以说你人家计算方式 跟你不同人家GDP高 有什么好说的啊 他证明了什么呀 人家GDP高 咱成天说人家达到人家GDP 百分之多少 谁说的呀 承认人家GDP 谁说的呀 怎么没说呀 谁说的呀 你这点常识都没有 我哪个常识 哥们你别 你别拿不出证据 时候到常识啊 你别拿不出证据 到常识行吗 咱到此为止 为什么到此为止呢 我问你起征税 你说明白了吗 起征税 你说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 个人所得税 我们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全国税收占比 只占百分之一 美国的个人所得税 全国占比 占他们的比百分之十一 这就差百分之十 你哥们你上来 要硬着吵嘴架 你这嘴不行 什么叫我思路混乱的 来我现在给你个表达时间 你开始说吧 你看看是不是搞笑啊 你开始说吧 我们说GDP 你再说税 GDP跟税挂不挂钩啊 哥们 当然挂钩了 但是税 我们的我们的人 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占比多少知道吗 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占比多少知道吗 哎呀你别着急 占比百分之一 别不着急啊 美国占比百分之十七 说话都结巴了 还不着急 美国占比百分之十七 你说数字啊 说呀 你哼哼啥呀 说你干嘛呀 你他占比百分之多少 又啥玩意 那怎么呢 你扔出来的话题 哥们你说GDP不同 我在跟你讲的是啥 我在跟你讲的是 人家的进费方式啊 这两国的经济总量的计算 不外有GDP 还有PPP 那你说说吧 那你说说吧 那你说说购买力吧 实际购买力 这个可是世界银行出的 是啊没错 2.5到3倍啊 哪是1.5到3倍啊 2.5到3倍 2020年的时候双方的是一样的 几乎 2.5到3倍 你看这是什么过期杂志啊 我给你拿数据吗 那行 那你跟我说 我想听 你说吧 你说吧 我告诉你啊 这是世界银行 what bank 2020发布的啊 哪年 2020年发布的啊 2020年发布的 是吧 我们这边的PPP是19.6 他们那边是19.5 知道吗 1比1了 可是统一标准吧 咱们就不陷入那个 1比1了 哥们 这个情境了 哥们1比1了 对啊 1比1人口 人家可少呢 咱人口是人家的4倍啊 嗯 就是按这个算 就是按PPP算 按你的 按你的逻辑 我们的那个 我们 我们世界银行购买力 跟人家是1比1的 1比1的购买力 跟人口有啥关系啊 按PPP计算的 经济总量 对经济总量 你不是按人均购买力 你不是按购买力比例吗 别接吧 人均 什么接不接吧 哥们 你不是按购买力比例 你这个逻辑混乱 上来以后 黄龙江一派自带蓝牙 谁能接着 你说啥呀 哥们 你不讨论啥 你不讨论购买力比例吗 8.5比3吗 对不对 你或者就算1比1 那跟GDP有啥关系啊 按照那个数据好不好 不是 那购买力跟GDP有啥关系啊 他们那边的人均 也是我们在正面的4倍 世界购买力 不是 那是人数 我们的人数是人家4倍 我想问一下吧 那购买力 比如他的1块钱 等于我们2块钱 或者等我们1块钱 跟人数有啥关系 那我们的购买力 不是人家的4倍之一吗 这个小学题你不会算 那叫总量 不是世界银行计算的 哥们 计算购买力是平均 他的1美金 等于你多少 等于多少人民币 明白吗 你那个英文 你快 You should shut the fuck up bro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speak English shut the fuck up OK 你那个老英文 我说实话 你带着你那个老家乡口音 一张嘴一包我们茶味 别张嘴说英文了 我现在跟你说的 我现在跟你说的是2.5 世界银行比例 如果1比1的话 跟人数有啥关系 你跟我说 查数据去 查数据 我查了 2.5啊 你查不1吗 1也没问题 咱就说1 按1算的话 跟人数有啥关系 你告诉我 1美元 和折合人民币的购买力的话 跟人数有什么关系 你回答我问题 你不用跟着滚刀 你滚别的没有用 刚才计税方式 你就说不明白 现在我问你 你的一美金 等于人民币 多少的购买力 跟人数有啥关系 滚啥刀啊 哥们 你这两下子 你要精神胜利 你不如直接冲着镜子喊 疯狂喊你赢了 不就完了吗 你喊出啥来了 数据我就在问你啊 我看见的世界银行 一美金的购买力 折合人民币是2.5到3 哥们 你跟我说1比1 没问题 我就算你1比1的话 你告诉我 这跟人数有啥关系 我们的人口是 它的4倍 它的1美元 等于咱们1人民币花的话 跟4倍人口有啥关系 你告诉我 首先 怎么挂上的关系 你听我讲 首先 这个数据 是市航公布的 以PPP计价的 每个国家的 生产总值 这样呢 在2020的 那个年份 我们和他们是几乎一样的 我们多1000万美元 那这样的话 如果算人均的时候 不要处以各国的人均吗 各国的人数吗 这个不是 你算的是GDP 还是世界银行购买力 我说 平均购买力 平均购买力 这是市航算的 你算的购买力 是不是货币购买力 我问你 你别老着急说话 你老着急喊啥 我问你购买力 是不是1美元 对1人民币的购买力 跟人口有啥关系 不是1美元 对1 不是1美元 对1人民币的购买力 购买力是一样的 市航从来没有这么说 是世界银行是公布的数据 1美元等于2.5人民币的购买力 你刚才谈的购买力 你现在谈的是不是购买力 我跟你讲 你直接回答问题就得了 你跟谁讲 就你这两下子 我说实话楼下下上级大爷都不听你讲 你那么多废话 你谈的是不是购买力 你要谈人均GDP 我跟你说GDP技术方式 对不对 我们的5000以下不收个人所的税 对不对 没毛病吗 你要谈 你要谈购买力的话 我跟你谈的是1美金等于1人民币等于多少 倒草人倒六人哥们 你别给这疯狂精神胜利法行不行 就你这两下子 你能滚刀滚过谁呀 哪个东西你能说明 为你着急往前念有啥用呢 你们那个写稿写出什么玩意来了 现在我问你讨论是不是购买力 讨论是不是购买力 我看你鼻子都上火了 讨论是不是购买力 鼻子都上火 要你把摄像头打开 我看看你 我看看你兵情欲结的面容 方不方便 还是没两件人 没两件人去取决吧 我没穿上衣 算了 你有上衣吗 你哪有 你现实光榜选手一波梗 造跟老黑车轴似的 杀了疯狂的人 摆着讨论购买力 完了不是人民币和美金的比例 是啥是人均GDP 你算过啥数 哥们你读过啥书 你明白啥呀 美国技术方式你明白吗 那啥数据呀 人家那个数据比的是人均GDP吗 你告诉我呀 我刚才跟你说了 人家那个数据是按PPP计算的 什么P你多吃点PPP吧 哥们 你多吃点PPP 讨论你现在讨论是不是购买力 我问问你 我问你讨论的是不是购买力 回答不了问题吗 你要滚刀 我就给你一条嘴给你捏上 你要滚刀的话 就给你嘴捏上 你要希望无规则滚刀 你就等三天 三天之后我陪你无规则滚刀 你要希望有规则滚刀的话 你咱俩有问有答 你问我答了 对不对 我现在反问问你答了 对不对 你告诉我讨论购买力 你是不是讨论购买力 你别首先后先的了 你老歹这块 你老歹这滚什么刀 你告诉我讨论是不是购买力 你先就回答这一道问题 你告诉我 我现在回答是不是一个问题 你笑啥呢 我很好奇 我很好奇有啥好笑的呢 我们还是太多名义的问题 就在那里了 我很好奇好笑的点是啥 你说话是一个浪漆的 我问你讨论是不是购买力 不是讨论的购买力 咱们一开始 那谁说购买力了 你告诉我 谁提的购买力啊 我哪里说 我说一开始 我说的人家的人均GDP 是咱们的6亿 人均GDP 我在跟你讨论人均GDP 我现在跟你说 美国领事银行 那你看你让我说一会儿呗 你要压卖吗 我压你卖了 你要压卖的话 我就压你卖 来我再给你重新说一遍 第一了 你那个小耳朵 小耳朵根 班村的耳朵根 低了好了 现在我重新再给你说一遍 美国GDP高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它的技术方式 它不存在5000块钱以下 不起扔税的一说法 我们5000以下不起扔税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美国你在家领失业金 你也是一样要交税的 明白吧 这是人家的技术方式 不单只是失业金 包括它租出去房子 也算你的income 也算你的收入 包括你去零元购 你不挨罚 你把你零元购的赃物 卖出你也是要交税 它的技术方式 和我们的技术方式 是有明显不同的 所以它的数字高 是合理的 明白 它也是非常合理 听不听懂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技术方式 拿到了我们的数字了以后 我们5000以下 首先是不争税的 你告诉我多少人 是5000以下的 按照你们最喜欢的数字 你们这时候不提吗 全中国多少亿人 是5000以下收入 什么3000以下收入 这时候不提了吗 你高兴提的时候 你就提你不高兴提的时候 你就跟着疯狂滚刀 你跟我讨论人均的时候 你告诉我 他们的人均 他们的难民 计不计算的范围内 你告诉我 他们难民贡不贡献价值 比如说给你举个 非常简单的例子 你二舅走线上美国 刷碗3000块钱 一个月的工资 然后他没有报税 这3000块钱 实大实的 交到他的手里面 这个数字是不是要记 他有没有能力报税 他没能力报税的话 是不是就算到人均里面 你现在给我解释一下 我们有没有难民 我们是不是多移民国家 我们不是多移民国家 我们拿什么去 去把这个难民的数字稀释掉 他们人均这么算完了以后 举个例子非常简单 如果刚果880人 如果现在有一万人 走线大哥过去了以后 他们的数字要犯多少倍 因为这一万人 通通不计算他的数字在内 他们那些所有打黑工的人 是不计算人均的 你告诉我 这种计算方式 我们怎么来把这个数字 去撵得上去 你跟我说说 来你先说吧 好那我说了 你说的这个双方计算标准不同 这个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这个不重要 我已经刚才说了 然后我拿出试行的统一标准 他替两个经济体进行了计算 他用的是一种PPP的计算方式 就是实际购买力 对吧 这回截止到这 又提购买力了吧 他这个标准 你说是不是 哥们打断你一下 哥们打断你一下 我不常说 打断你一下 你又提购买力了吧 咱们一会儿再讨论购买力问题 你接着说 对 我就是说 你说他有他的GDP计算方式 我们有我们的GDP计算方式 这两个不一样 所以说他没法 放在同一条水平线上去 所以数字会有差异 对 但是这个我不否认 但是我刚才说了 这个不重要 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你在比数字的时候 你怎么比的呢 因为我拿出了一个 更有利的论据 就是试行计算的PPP 这个是试行 按照他的标准计算的 两国的经济总共 首先试行多少 结果我们是19.6 他们是19.5 我们已经超过他了 行人民币 人民币美金1比1了 对1比1了 对 但是这是一个经济总量 如果你 灌算到人口 那我们的人均 也是他的四分之一 还是他的四分之一 虽然美金又高了一点 这我听懂了 是吧 你知道我听懂 我听懂了 你的意思是啥呢 GDP 首先 我来重述一遍 来来来 我重述一遍 首先GDP 计税标准不同 所以它比我们高很合理 但是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世界银行 给扔出了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计算的 我们人民币跟美金是1比1 但是我们的人口 比人多了4倍 但是我们人口比人多了4倍 然后我们拿一个 你认为并不重要的数据 然后反推 包括你说这个不重要的数据 什么难民贡献的GDP 不算都从算人口 你认为不重要的数据 拿一个世界银行计算标准 1比1 我们拿个不重要的数据 去计算完了以后 我们不敌 我们4个人顶人一个 是这意思吗 按试行的标准 我们的确是4个人顶他一个 对 按试行的标准 4个人顶他一个的数据 是从哪来 是从一个你认为 不重要的数据里面来的 不是 人家试行自己算的 我现在跟你说 我现在跟你说 你试行给你算的数据 是1比1 对吧 你把这两摊分开 第一摊咱们讨论GDP的时候 我说它的技术方式不同 你说不重要 对不对 这个是 这个是GDP 咱们现在讨论的是GDP 你先别 你先别 你先别因为 我不急 咱说标准不同 所以数字并高 但然后你觉得无所谓 不重要吗 对不对 行 不重要 咱把它 把GDP 扔一边不谈 现在世界银行 给了一个1比1的 一个换算汇率 然后你拿一个 不重要的数据 出来 咱们等于4个人 顶人一个人 你不还是拿这个数据 参照的吗 你这理解力是有点问题 那有啥 我理解力有啥问题 刚才不是你说的 首先 咱们一开始说的是 我说的是GDP 你说GDP 它的计算方式不一样 那么说 这个说 那就不重要了 咱们就不说它了 那我拿出一个 统一的标准 是吧 4行计算的 仍旧是 他们是我们的4倍 对吧 我现在跟你说了 那还是基于GDP的算法 哪个更可惜呢 它的钱 它算的这个购买率 是不是基于 它的收入 要有算法的 对不对 这个算法不是摆在这 难民算不算 没身份的算不算 现金工算不算 我就问你这几个 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了 不算 你比如前两天 我们播这个作品 我问啥 试行 试行能不能给人 把现金工算出来 美国的现金工问题 是你能算得出来的吗 是试行能算出来吗 美国IRS都算不出来 你想说 现在是参加 那个直播间大哥 15万家庭年薪 拿白卡 你怎么算 你告诉我 我知道了 你这就是知 啥晚上 你没声音了 哥们 你家邻居互联网关了 你家邻居WiFi关了 没声音了 你知道啥 你摆着面前的数据 你不看吗 你家 你邻居WiFi关了 你是点流量吗 不不不 不好意思 刚才可能我卡了 对 你没事 你刚才说啥了 我没听着 我卡了可能 你说吧 你说呀 我刚才已经表达完了 你刚才都说你卡了 谁听见你说啥了 哥们 好 我再说一下 我说按统一的标准 按试行的标准来计算 试行的标准 是不是统一标准 那试行当然是统一标准 好 那你在计算美国人收入的时候 他的美国人收入5000块起征税 这一说 他就比如说一个月挣3000的 你要记住 美国家庭中产是年收入是6万 你不要我一说的时候 你就稻草 人又撤了那哥们 你说他没用干啥呀 人家美国中产家庭是6万年薪 我们是5000以下 如果你按一比一算的话 我们5000以下 就到4999块钱的月薪的话 一年你是挣了6万块钱 对吧 你差12块钱挣6万块钱 对不对 你挣6万块钱 在美国叫中产 你在中国 你连税都不挣 你按一比一算的话 对不对 那你在计算GDP的时候 你交多少税 你交多少税 你能达成什么 美国很多人 他干的是现金工 他不交税 对不对 难民干的活 他没有身份 他拿什么计税 那你说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不比吗 你滚啥刀 对不对 他那国家一共有一亿人 咱举一个例子 他国家有一亿人 什么叫我在滚 他国家有一亿的人 对吧 人口有一亿 然后有一千万的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上班的时候 干活的时候 他是不计税的 然后这个平均 剩下九千人 大概每个人上涨了 百分之十 没错吧 我说的不理性吗 哥们 你在讲数据的时候 规则方式 你统统不讲 你这叫理性 你老笑啥呢 我很好奇了 你是在笑自己的无能狂怒吗 哥们 有的有据摆的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滚刀呢 对不对 你笑啥呀 我啥叫风度啊 我几万人吗 一万什么的 我几万人 我几万人跟你有啥关系 哥们 那我你就回答你问题 你很荣幸 你要真这么荣幸的话 你把摄像头打开 大家给你点关注 你当个网红 明天你给大家上上课 你讲讲你那个屁屁屁 讲讲那个被窝里插 被窝里拉 被窝里什么 那个什么放屁崩崩米花 对不对 你这又在偷换论题 我偷换啥论题了 你GDP滚明白了吗 哥们 我们都说到屁屁屁了 我们刚才不说 你屁屁屁又是什么玩意 我说实话 我听你说 我刚才又不是听 你那满是方言的口音 我都第一回听说屁屁屁 再说世界银行 给出的购买力比例 是2.5到3 你看这是什么盗版 世界银行数 哥们 你的会员到期一了吧 2.5到3的比例 这是公开货币数字购买力的比例 明白吗 没错 确实人家算这东西也没错 明白吗 隔美国的那个 隔美国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马农 一月挣1万多的 2.5和国内 它同样水平到国内 就2万多 3万 明白吗 你屁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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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跟这说那没用 有啥用 咱们这个到此为止 咱们再说一个别的 为啥到此为止 你先把这一个话题说明白了 这个方式 计算方式不一样 有啥用 按时行的统一标准 那个统计出来 我们的人均 还是它的四分之一呢 不是 哥们 你落人均四分之一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要跟你说一个数据了 比如说我们的 我们这是独有 独有于我们中国的 外国其实有很少 但是他可以忽略不计 比如说给你举一个例子 很简单 从满18周岁以后 就变成法定可以工作年龄了吧 对不对 到65岁 甚至到70岁 他都可以工作 那我问你 在这个年龄段当中 我们有多少人是不工作的 你在谈人均吗 对不对 我滚什么 你在谈人均 你就要谈这个 你能回答就回答 回答不了 我来跟你回答 哥们 你别着急啊 你别着急喊 你别着急 无能狂怒 我现在问的问题 你能不能回答 你不用滚 不用滚刀 好吧 我就问你 能不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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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到70岁 能不能回答 咱俩别滚刀 你要回答不了 我来给你回答 我告诉你啊 首先 所有离开校园之前 你别跟着哇哇乱叫 你自己表演吧 好 那你把嘴闭上 把嘴闭上 听我跟你说啊 首先在我们的社会 构成当中啊 我们的社会构成当中 满了18岁以后 没离开校园 那通通都是不工作 明白吗 你干啥去 怎么你太老师过来敲门来了 你告诉他晚点的 12点钟他带你走 稍晚一会儿 行不行啊 你老师给我坐着坐好了 讲话了 你是怎么的 业主回来了 你又不行说 欢迎业主回家 哥们 回来给我坐这老师 来给我说 坐没坐好 我得敬你啊 坐没坐好 坐好了 我开始讲了 别说那边有用 你那个嘴不够用 来你跟我说 坐没坐好 坐好了 我开始跟你讲 啊 坐坐好 守备号 来 我跟你 我跟你讲啊 来 18岁以后 在我们国家的18岁以后 在他出校门之前 能够去办公办读 能够甚至打工挣点钱的 也通通都不够交税级别 这些人通通不计算在列 我可以告诉你 截止到29岁 博 博士读完之前 基本上这些人 通通都没有税收记录 可以这么说 我们年轻群体 20到30岁 GDP贡献几乎为零 明白了吧 除非那种上高中 甚至高中比 什么东西不交增值税啊 增值税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人均收入 哥们 增值税 我告诉你 增值税占比 增值税占比 你可以回头去看 明白吧 增值税占比 你可以回头去看 咱俩先一句吧 一句说完了 咱们说的增值税就是消费 咱们你现在讨论的是 人均GDP 哥们 哥们 我问你 人均GDP 人均GDP 跟增值税 中间是什么关系 怎么计算 你跟我说说 这个不重要 又不重要 不懂的通通不重要 我话还没跟你说完 老师做直流 把你那个保温杯子 把你那个保温杯子 立好了 老师做直流 听我跟你说 这是第一部分 上学年代 不出校门的人 是不交工作税的 上学年代 出校门的 挣的不够五千 是不交税 通通不在技术范围内的 第二点 我再跟你讲 你别老着急说话 你不懂就多听听 多学一学 你挖挖 跟着教能彰显啥 彰显你生命力旺盛吗 对不对 你懂啥呀 哥们 你就懂个屁屁屁 你讲话脑瓜 是懂三个屁 对 你就把嘴掐上 你这边边滚刀 疯狂滚刀 这跟你讲第二点 第二点 毕了业以后 在家里面 尚未找着工作的 你告诉我 他们交不交税 他们算不算GDP 父母给他们钱 算不算收入 你告诉我 他们父母给一套房子 把房子往出去出租 租出去以后 收的房租当零花 他当收费 你告诉我 算不算税 这第二点 第三点 嫁了人的 做家庭主妇的 他交不交税 你告诉我 那些所谓投资 买理财 炒股的 他们交不交税 你告诉我 这些人通通都是 不计算在范围内的 那你在谈人均的时候 你要把这些人 刨出去吗 美国可不是 美国的房子 你今天租出去了 你只算收入 你的房屋租金收入 明白吧 你明天去零元购了 你讲回来的包 你卖了250块钱 250块钱 你得交税 听没听懂 现在把嘴打开 讨论人金GDP的时候 你必须得告诉我 人群都算不算了 包括像你这种 线下转账 30块钱 见一份搞的 你告诉我 你交税吗 简单了吧 问题来吧 美国挣一块钱 都得交税 我们这不交税太多 所以你在谈 你要谈什么 人均GDP 6DP的时候 麻烦你先把 这些人群 先算进去 如果不算的话 你纯跟我讲这 人家那个数字 就并不够 哥们 你要觉得你 纯耍无赖 耍得通的话 你要觉得你说得通的话 你可以明天当主播 开直播 发作品 拿你那个人均GDP 包括恩格尔系数 你三九老爷系数 你通通拿出来 去计算 你把都扔出来 PPP就完事了 好不好 听不听懂 我跟你说的数字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懂了 你表演完了以后 我说了 你说吧 表演完了我说 第一个 我刚才已经说了 你这鱼木脑袋 我得说十遍 你才能听明白 你就别人神功极了 你这点语言水平 你老公鸡我干啥 你一说话 我就得插你嘴 鱼木脑 六木脑袋 跟上面舔 你咋的 跟那个老条子 往上一处 一说一个不知声 一说一个不重要 我都乐意跟你 落会儿嗑 说白张 你节目笑过 你拿自己当人了 你非得逼我磕的 你就接着往下念就完事了 你切记 你语言对我没有任何杀伤力 听懂了没有 别滚的没用的刀 说 我再说 因为我这是说的第四遍 应该我没记错的话 因为你说的也没错 JDP双方的计算方式 不尽相同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没有 没有比较的基础 所以说 我就找了一个 试行的 没有比较基础 试行比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好奇了 试行 试行 李系广东人吧 李系破了 李系广东人 试行啊 我叫 试行比的是PPP啊 他是试行 PPP又是啥呀 你给大家讲讲 PPP是啥呀 这个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你不重要 你搞上只要写了 你摇准了 这个就是不放 你搞上只要写了 后面给你 后面给你画括号 括号里画骨头 骨头等于30 等于30块钱 我就摇准这个骨头 我就不放了 不重要 不清楚 无所谓 但是细行 细行说了是就是 是吧 对呀 那人家的是统一标准 人家计算了 两国的经济总量啊 那人家用统一的标准 我刚才跟你说的 通通不算在那边 我刚才跟你说的 不计税 通通不算在那边 他的难民 我们的 我不是我纠结 他的难民和我们的 不工作的人 不收入的人 和我们5000万以下 是不是不算 算不算 你告诉我 我不会被你带到沟里去 你不用被我带到沟里面 哥们 你就说算不算 你最后你告诉我 我又不是GDP计算专家 我怎么清楚啊 这个东西 你们这种 我说白了 互联网了 我编九六 整个数据在这 他当真理啊 这玩意 你看这就PPP写了 PPT也写了 这本人写了多少亿 你这种计算方式 哥们 我跟你说 你现在讨论 我跟你说讨论啥 你要讨论购买力和数字 它是两样东西 数字是总值 我们也要折合美金算的 是有汇率差的 明白吧 你要讨论 你就单纯讨论购买力的时候 我们这个汇率差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呢 你买可乐不是三美金吗 购买力的时候 就达不到汇率差这么高 这是个最基本 适行存在的意义 就是帮你换算全世界 每个国家的购买力而已 讨论什么PPP啊 哥们 你往哪挖上 插撒PPP 有啥用啊 你能放出连换P的啊 你翻来覆去 滚到现在 这不重要 没所谓的 你到最后咬住这个数字 你那稿子上面写个PPP 后面画个括号 标个新 重点里面放个骨头 你咬住这一个就不放了 光光疯狂 给这横竖滚刀 你滚那个刀有啥用啊 哥们 你能说出啥数据来 实际依据啊 我滚啥了 你说的哪个 我没接呀 我想问问 把那个咱俩的论题 偷换到沟里去 我偷换哪个沟里面去了 技术方式本身就存在问题 谈人军的时候 我们没有非法移民 那你在谈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谈一比一的时候 我告诉你都少了 我向着你说都不对 我告诉你二来五比三 所以计算数字的时候 是有汇率差的 我们他轮到实际购买力的时候 汇率差就折合不了一比七 只是二来五到三 这么基本的数据 你都听不懂 你还跟他哈哈的 你哈哈的是啥呀 哥们 把骨头给他刷一杯 刷一杯骨头兄弟们啊 我就按三给你算好吗 大头鹰 咱就按三十就购买力 好你算吧 算算是吗 你算吧 你算 你算 那人家的人均GDP七除以三 等会怎么还七除以三呢 是一乘以三 不是七除以三 哥们 对一乘以三不七再除以三 不是你咋的了 你这小学二年级以内的乘出法 那是一乘以三 不是七除以三 你的小学二年级的还是水平 我啥水平 我没水平没问题哥们 我不可能算 你得是一乘以三 你得是一乘以三 因为是以美金计算的 你得从出发点开始算 你接着算吗 行行行 我知道你这智商也就这样了 那你出发点赶 你唠唠干啥 那你哥们你那么算可 你那么算可不对了 七除以三的话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七块钱能买两瓶可乐在国内 对吧 除以三的话怎么算 折合美国三瓶可乐吗 你会算数吗 你几十美元能从沙特买一桶油 你三十人民币能买一桶油吗 不能啊 你搞笑 不能啊 不能啊 你这个金 然后然后那边啥呢 怎么折合美金多少哥们 你别谈沙特了 我问你来 你别谈沙特来 我问你 我问你现在美国怎么算 美国一桶原油多少钱 对吧 你可以这么算呢 你七万人民币买一船 对不对 美国一桶原油多钱 三倍吗 多好的三倍 说数字 一桶原油多钱 和咱们人民币多钱 购买力是拿原油算吗 哥们 你不是说得一比三吗 我就已经后退到 你不要推原油 原油能源不算在内 哥们 能源不算在内 能源不算在内 你推啥 你往哪推 哥们 你再推 你把自己推出的保安港亭了 你再推一下子 你把自己推出的保安港亭 你就站外面那个门杆 那个位置了 再一会儿 抬杆就刮着你下巴了 撂下来的时候 打着你干帽了 铁子 石油不算 能源 那购买力不是拿那算的 没算不算 能源算不算的 我问问你啊 什么 能源算不算呢 一美金和一人民币的购买力 折合里面能源算不算呢 你告诉我 当然算了 那你给我说数字吧 行 咱就按你说的算 你说数字吧 来吧 来吧 你说数字 开始说数字 你开始说数字 140人民币能买吗 那你开始说数字 我不用说数字了 我就是说就我从现在退一下 我就退到1比3这个实际购买力 1比2.5至3标准严谨点 我就办3算好吧 严谨点 3不大一些吗 更有利于你的 那不是有利 那是有利于你哥们 那是有利于给你发狗粮 发狗骨头的地方呢 你那个算术 你所有都分不明白 说白哪大哪小 你打博和大小王 你都分不清全是 你打博和大小王 你都分不清 你往三算的话 你那是属于把你精神母国算高了 哥们我都不累说 你会算吗 你啊 线上1万多人 你哪个人不骂 你去傻吧 哥们1万多人 你还挺低 来来1万人的舞台 看我大家个标 完了毛库刮开线了 又刮天线上 说那有啥用啊 你告诉我 然后你就接着按你这个滚 你接着说 按你这个方式滚道 你接着说 来 这样我给你两个 2.5和3 咱这样 咱们现在是从名义上的这个GDP 咱这个1美元 它挣7美元 是吧 这个这个 然后你再把市行的这个修正算进去 是吧 咱挣1美元 它挣7美元 如果是2.2 不是哥们 等会 咱挣1美元 你先别 你先别往下算了 我没听明白 中间咱随时听明白 咱没听明白的地方 不是 咱没听明白的地方 咱们随时听 我们1美元 人家7美元是怎么算的 民意GDP吗 这个GDP怎么算的 它GDP是我们齐倍啊 对啊 就是美国GDP 现在是中国GDP 人均啊 是七倍啊 人均 美国人均GDP 是中国人均GDP 齐倍 咱俩又滚到第一个话题了 咱们是1.2多吧 他们是7.6多了 哥们 咱俩 咱俩又滚到第一个话题了 这个你要谈人均 像你这种 你这个讲话30块钱 30块钱拿稿的 你这种是不算GDP的 按你说的这个实际购买 对所以说应该是1比2.5到3 1比2.5到3 购买力是购买力 哥们 1比2.5到3 你老板滚来滚去滚 你的意思是1美元相当于2.5人民币 是这个意思 对购买力上来讲是这么体现的 你讲话市业银行咋计算数字 你都不知道 你不行就别看了 你给市业银行整的都挠挠挠手了 怎么还有这么理解的呢 怎么还有道德理解的呢 那个彻底搞错了 1美元等于2.5人民币 完了到你那块理解 变成1美金 我们挣1美金等于人家7美金 就按你来好吗 就按你来行吗 对那你说吧 1美元等于2.5人民币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购买力 这叫购买力 人家的人均是7.5 7.6万 你又谈人均了 你不谈购买力了吗 哥们 购买力和人均是两个话题 两个维度 你懂不懂啊 人家的人均就是这么多了 你要谈人均的时候 我不又得跟你说了吗 人家的人均5000一下 有起征税 人家房子收租 你又会说一遍吗 你咋 谁的脑子哥们 你数鱼的 7秒钟就忘啊 对不对 大突一了 我心平气和说一下 你心不心平气和 你别老忘了 这个前面说的话题 跟你说了 谈人均的时候 数字不对 你的认知牛逼 你给我看看 你过啥样吧 你认知那么牛逼 你给我们算算数 7比1比3 哥们 你那3721 都算不明显选手 还我脑子转不明白 你怎么转不明白 那咱们时买时算的 你就直接算房子 算啥都行啊 对不对 你直接算货币 算购买力啊 你滚啥刀啊 对不对 你落资源上 你拿沙特原油算 那你不能 你不能 他们水卖多钱 我再给你推一步 是吧 他一美元相当于 我们2.5人民币 对吧 对吧 嗯 他的人均是7.6 对吧 我先说人均 我先给你算上 你挂人均 就打断你 挂人均 计算方式不同 明白吗 就落 就落一美元 这叫购买力 购买力往人均 上面挂的时候 又扯回人均GDP了 对不对 都说了数字计算方式不同 你自己也承认不同了 你后面还往人均扯啥呀 所以你的整个稿子 全都是基于人均 你的整个稿子 全都是基于 今年2月份的稿 通通谈人均 要不你提个话题 我提啥话题 我来 那行 我来提个话题吧 我来提个话题 我认为 我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 我认为国内 比这个美国 挣的这个工资 上限更容易 对不对 你比如美国年薪 二三十万 是绝对顶尖的了 对不对 国内二三十万 可不算绝对顶尖吧 对不对 四五十万 也不绝对顶尖吧 打工吗 四五十万人民币 和二三十万美金 对不对 这是从前存在汇率差的 二三十万 折合人民币 可是两百万呢 对吧 但是你过的是 生活质量是什么 这是咱们要谈的吗 生活质量 其实就是购买力决定的呀 对不对 你要按照人家特产东西 每个地方有它的特产 对吧 你说沙特产油 美国产苹果呀 苹果手机呀 对不对 你就算打工一个月 你挣五千美金 你一个礼拜 是不是可以买部苹果手机 这没错吧 没毛病吧 你吃苹果活着吗 我要表达的是 我要表达的是 国内的生活成本更低 美国的生活成本更高 所以它的汇率差 在计算的时候 只能折合2.5到3倍 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 是精准的 明白吧 购买力的比例 和人均GDP 没有任何有关系 明白 购买力是购买力 是你人民币兑换美金的 货币兑换比例 你的购买力决定什么 决定每个人 可以支配的这个钱 有多少 每个人可以支配的这个钱 我们在技术方式的时候 五千以下是不算的 我是给他尊敬 你不用的 老人解释哥们 你要看下面 你要看下面人给你扔骨头 你说你咋没哈哈叫喝呢 你看下面干啥 你这不是选择性失明吗 下面骂你说你咋不说话呢 有点风度 我有啥风度 哥们 我从我20万粉丝的时候 我的个性签名上面就写了 滚刀主播 对吧 滚刀主播 那你看我20万粉丝 这次数就已经写在那儿了 可能又扔了一堆骨头呢给你 你要觉得是给我扔的哥们 那你就看呢 你尝不尝你就完事了 我不差这点 对不对 你到了 等会儿 我去开个门 你先跟那个啥 你跟评论区聊会儿 你这么乐意 你跟评论区聊会儿 我开个门 来接着说 说到哪儿了 说到哪儿了 今天这个30万元稿费 我跟你们讲 每个月月初截止到10号之前 每天都有这么进爆的 没点关注 点上关注 没挂灯牌挂灯牌 把你接着说 快点 下一个什么话题了 没有没有 不是你在说吗 你还没说完呢 我说完了 2.5到3 我要表达的就是 每一个地方 有它的地方 属于它的社会特色 明白吧 比如我们人多 我们人多 你看我说呢 你老忙啥呀 我们人多 所以在你体验服务的时候 它相对来讲就会便宜 比如你送个外卖 对吧 你20块钱餐 送到手里面22 这就是我们的费用 而这个美国 那20块钱餐 送到手里面30 35 这就是区别 所以在生活上面来讲的话 汇率差是不能按1比7去算的 在这个税收上面来讲 我们的技术方式 跟人家是不一样的 我们5000以下不收 他们51块钱都得收 所以在你比这两个数字的时候 它没比我们牛逼 听懂了吧 核心观点 简单吧 我真服你了 给你点个大大的赞 表扬一下 表扬一下 你说了这么多 我真服了 这些不都是已经说过的东西吗 我结论 我说完结论了 没事没事没破呢没破呢 说不说了 没搞上没有了 我现在开始说 那你接着说 是这样的 你说的 然后我是否可以理解 你最后这一段长篇大论 要表达的是 我们的实际购买力 我说的很清楚 它没比我们牛逼哪去 我说的很清楚 它没比我们牛逼哪去 没牛逼哪去 好啊 你哼哼啥呀 哥们 还有没有搞了 没有就灰溜溜的去 没有灰溜溜的去 去领你三十 你要觉得没长时 那你说 那你说说长时是啥 那你说说长时是啥 你举个例子 我听听 长时我的数据 刚才已经说了 你又不认 你说的数字 我已经给你回馈了 哥们 技术方式不同 简单吧 我一条条的都给你拨了 你觉得你哪条你拨明白了 你拨一下 我说来 我们五千以下 来来来 我们五千以下 不收起征税 你拨一个我听听 我拨这个 这是你的话题是吧 那你说吧 咱一个一个拨 咱们第二个话题 就是你的论点 咱们拿细节 我们五千以下 不收税 对吧 对没错 那我现在明确的说 我们虽然没有消费税 但是我没有增值税 当你购买 绝大部分商品的时候 都已经给国家 交了 那要不然这么算吧 算数数字吧 交多少 你那无线网又断了 哥们 你使点流量不行吗 这个有问题吗 你无线网又断了 现在你刚才 直接一下出了一个 叫这个有问题 我再说一点 虽然我们五千以下 不 虽然我们五千以下 不交这个 你的指的是这个 工资的这个税吗 这个 收入嘛 个人所得 个人所得 个人个税 对吧 虽然不交 但是在咱们村 咱们有一种东西叫增值税 那老美那边是没有这玩意儿的 老美没有增值税 没有 老美没有 老美收的是啥税 老美叫消费税 老美的消费税是多少百分比 我们是多少百分比 这我不清楚 应该每个州不一样 哥们 哥们 那我给你教育 我现在给你线上 直接拎着美国税务市上来吧 请让我说完 你别说完 你说东西有问题的时候 我中间得问你啊 对不对 你不也问我吗 老美没有增值税吗 没有啊 老美的报税比例是多少 你知道吗 这我不知道 你看你又稻草人 你搞 我稻草什么人了 哥们 你都不知道的时候 你给这歌颂啥 你给这盲舔啥呢 你是阿修罗呀 你眼上门块布 你框框就蒙蒙蒙点了 哥们 不同意的吗 不同意你就说 不同意我说了呀 我说了呀 我们交多少税 你值不值得 我们的商品都是含税的 你知道含里面 百分比含多少吗 这个每个都不一样 我给你立举 我给你立举美国 你立举中国 为啥不用啊 哥们 加州百分之十 你约百分之九 咱们 为啥不用啊 好好好 那你说说吧 那你说说国内 那就是 咱们的增值税 之前是百分之工业产品 是百分之普遍的 是百分之十七十六 现在是百分之十三 比消费税 比他的汇率还税率还高 对吧 抬走了 那我给你 我给你个数据 哥们 给你给你个数据 给你个稿 下回拿这个稿念 下回拿这个稿念 数据 数据给你 下回 便下回上来了以后 就没平没剧的 跟着巴巴巴巴 跟着一顿一顿 无能狂吠 从开头到现在 砍到最后 其实核心观点 你说这玩意 早就有了 早就有人说了 又谈人均 谈人均 我告诉你 国内谈人均 就是这样的 很多 他的收入 是不计算税的 我这么跟你说 你身边炒股的人多少 投资的人多少 怎么算的税 不是 那个戏谈 应该说敏感词了 说敏感词了 应该是 简单吧 增值税 这么感兴趣 你得查一下 美国是怎么计算的 哥们 人家挣10万块钱 到手到多钱 对不对 商家挣10万 到手到多钱 对不对 你们这个算法 就你们这 就你们这 除我说实话 你们在互联网上 想挣这30块钱 你这30块钱 你都没交税 简单吧 你怀疑我请演员 没事 能实锤 你们要实锤一次 我请演员 就比如我有证据 我啥的 实锤一次 10万人民币奖 那也话扔着 啥时候都好使 好吧 来吧 下一个开始吧 枉费签费了 请不吝点赞